大家好,我是網球選手徐玉修 台灣蠻多時間會在學校這邊做訓練的 所以其實對環境、對場地各個因素 就是球啊不管什麼東西都覺得蠻習慣的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自在一點 當然是希望能為國體拿下單打 或甚至雙打的金牌 我全大運第一次在學校打 對啊,然後算也很高興能為學校成功 其實今天的狀況算還不錯 因為回來台灣有兩、三週左右 自己也調整得還不錯 今天在發球跟抽球上面的穩定性都有進步的感覺 因為這幾週的訓練東西會比較加強在發球跟抽球上面 看每週的賽程總是有多少 因為網球這個項目就是單淘汰的 你沒辦法預計說你那週能打到多少比賽 能練到多少的球、能練到多少的體能 所以也是會依照以那週打的賽斯主安排 提早結束的話 在每一週的前面就提早結束的話 就會加一些體能跟比較多技術上面的訓練安排這樣 這一週的全大運結束之後 我會先去土尼西亞比職業賽25000的等級的比賽 然後再來可能去那邊兩週之後會接著會去泰國 我會先去土尼西亞比職業 我會先去土尼西亞比職業 我會先去土尼西亞比職業